3月上旬以来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 各地陆续分布有序复工复产 全国各地的铁路客流 也呈现出稳步回升的趋势 3月28号 中国铁路南宁局发送旅客10万人次 相比疫情期间最低峰2月14号 客流增幅达117% 目前中国铁路南宁局 已陆续安排管内开行20列动车 同时对雍北亲房线上开行的 五列动车组列车 实行打折优惠政策 最大折扣为八折 我们根据客流电话 及时调整客运岗位安排 在做好旅客服务工作 保障旅客出行的同时 继续落实后车场所专人专区消毒 旅客进出站测温等个向航空工作 为旅客提供健康安全的乘车环境 目前中铁呼和浩特局 每日旅客发送量 已经达到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三月初复工复产 每日旅客发送量的三倍以上 每天有九队旅客列车 在呼和浩特至俄基纳 包头至西林浩特 包头至赤丰南等 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运行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开行旅客列车达138队 其中累计开行物工专列八列 包车厢53辆次 3月27号运输旅客 较疫情期间运输旅客最低日 2月2号增长了4倍 较3月初增幅涨了2倍 从3月28号起 中国铁路成都局 从重庆成都始发的12队 途经湖北地区的列车 开放了湖北恩师站 宜昌东站 汉口站等站下车服务 此外 北京 南京 南宁 南昌等地 也开始运营到达或 京亭武汉的旅客列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